這兩名選手其實在台灣也算是年輕的好手 尤其這次這個江沛心 也可以算是大會邀來的球星 而且他長相非常甜美 沒錯 所以說也是大家非常喜愛的一名球員 那他的對手是白玉珀 白玉珀在昨天我們觀眾朋友們 可以看到他在女子四強賽的表現 面對這個泰國選手 他是打了63分鐘 三局苦戰之後才進入到冠軍決賽 好依依這個我們李教練來看 他們的兩個人的實力在擔打部分 是如何 目前來講的話 江沛心的實力是會比較好一點 他在去年的第一次排名賽 是拿到後換的第一名 那白玉珀的話目前是在排名是第七 所以白玉珀目前對戰紀錄來講的話 勝率是零 還沒有贏過江沛心 在國內的比賽 沒錯沒錯 對那當然江沛心來講的話 他們本身兩個就屬於同個球團 獨立銀行球團 所以他們的球路是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這家人打到的時候 尤其是在這種大場合打到的話 也許勝方的話會更緊張 因為平常他贏慣了 來這種大場合 非贏不可的壓力之下 有可能會走樣或是怎麼樣 都有可能 但是以目前來講的話 雙方面球是打得還蠻小心的啦 因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這樣子 看起來兩個人身材其實是差不多的 體型都是非常好的羽球選手 對那以身材力量來講 香悲慶是比較大一點 他的身材體會比較壯碩 當然所以他的攻擊力會比較好 尤其他的對角 對角一個批殺的球是他的拿手絕活 對對對沒錯 昨天他就是採用這種批殺的這個方法 把這個對手打得哇哇叫 沒錯 那昨天他對的對手呢 就是越南的福提瑞 是 21比18 21比13 30分鐘就把對手給解決掉了 那昨天的白玉破真的鬥志很高昂 第一局是16比21輸掉 後面兩局都是21比19 21比19 那都是基本上已經打到最後了啦 沒錯 快要打到Deuce了 對那這裡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那白玉破他的姊姊 也是我們現在的球後之一 白小馬 不過因為他現在是在中國大陸打公開賽 所以這次比賽沒有來參加 所以我相信昨天晚上 他應該是特別有請教他姊姊 怎麼樣去來對付江沛欣 對 7 7 不過呢現在看起來呢 整個優勢方面還是在江沛欣這邊 江沛欣目前取得了7比2的領先了 所有的志工權幾乎都被江沛欣這邊掌握到 不管進攻啊下壓啊 看得出來 好 這球 呃 Service of 3 7 好 結束了這一波這個7比2的攻勢 沒錯 一下領先5分了 現在3比7 白玉破還落後有4分 好 米強救回來那來不及了 好 如果在白玉破這邊 如果今天他能守住江沛欣的一個披薩一個進攻 當然自己球團肯定他知道這個是他的拿手絕望 拿招嘛 拿手招 對 如果能守起來的話 我相信對江沛欣之以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白玉破今天的準備動作非常低 比較低一點 因為至少就準備要接他這個披薩 對 兩角披薩 我們在現在目前8比4這個狀況來講 已經用了多少個披薩都算不清了 好 目前領先的是江沛欣發球失誤 目前比數是5比8 我們看得出來其實在這邊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子丹達 你在2006年以前是用舊字 幾乎是看不到任何一個女選手是用反手來發球的 幾乎 但因為06年以後是改編新制 那必須要搶攻 所以現在女選手必須要學會用反手發球 對 還取得一個搶攻的一個機會 好球 哇 這就是白玉破 必須要打出來的氣勢 是 6 如果這邊的話 一般我想他會利用是手中反攻 利用江沛欣進攻然後來防守以後 造成江沛欣控擋然後再來做反攻反作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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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把這個球送到了這個甜蜜點 對 好讓對手非常好 殺球的一個位置 我們再來看一次 頂過去沒有頂到後面 完全沒辦法 頂到中間一點點的地方 那就死定 沒有爬過去 差一點 通常江沛欣來講 他要製造自己的一個自空拳 當然他往前功夫要很好 如果他往前如果掌控不住的話 自空拳是拿不到的 好 好 最後出界 8-10 其實白玉破現在咬住 很重要就是要先咬住 那在江沛欣這邊的話 當然不能使用太多的披殺 還是必須要以四角拉掉再做突擊 這戰術為主 因為他的隊友真的太了解他了 沒錯 9-10 現在白玉破已經把這個分數給拉回來了 而且白玉破非常有韌性 在昨天的比賽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即使在落後的情況下 他還是不斷的這個大吼 來激勵自己 對 可是今天感覺好像就沒這個殺氣 好球好球 短兵相接 太熟悉了這個球 還沒打就知道 你要打他哪兒就對了 他都知道你要打他打 雙方便都知道 好 做出界 好 所以在僵石球的情況下 現在我們來看 真的喔 你要打哪一個角度其實都已經算好 看白玉破 這幾個RUN打得比較從容 看他一直在那中間點 然後讓對手是疲於本名 對 他的球蠻開的 好 目前的比數10-10 這一球 奧賽 所以先拿到第11分的是 白玉破 那目前呢 這個白玉破呢 在這一波攻勢當中呢 可以說是 連拿的有4分 沒錯 打出一波4比0的攻勢 所以本來他是 3分的落後 現在反倒是 還領先1分 11比10 是 那再從後面這個 10分狀態下 看得出來 江沛欣急著整個 亂掉了 整個節奏都 加了太快的速度 力量在裡面 所以他目前必須 還是要透過4腳拉掉 再加上他拿手結果 兩腳披殺 對 他今天的披殺 好像沒有像昨天那麼犀利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他怕對手也知道說他的披殺 很犀利 那你越犀利的話 你站位會越 站不好 所以你必須還是說 先透過拉掉 再來做這個披殺 他太相信自己的披殺 剛剛後半段 連續失誤了三個披殺 對 對 對 好 白玉珀目前現在先拿到第11分 哇 這球又進了 白玉珀 現在連拿5分了 那在年輕一輩的球員來講 白玉珀他的鬥志 他的毅力非常非常好 從昨天就看得出來 很多球已經落地 他竟然撲了起來 哇 又 9分了 13 10 今天這個江沛欣感覺 是不是有些失常的感覺 我們看出來他前幾拍 其實他進攻的點 都完全被白玉珀抓得死死的 哇 很明顯 完了完了完了 連這個球就差一點被撈起來了 他很小心喔 這個 我們看半段都知道 差一點點被撈起來 沒錯 差點還過往 哇 發了這個球太高了 很緊張 又被這個白玉珀給攔截了 對 那江沛欣他本身也是屬於 比較容易緊張型的啦 他個性啊 各方面的話 容易比較急躁 喔 這個就是江沛欣昨天這個下塵球啊 對 他這個球昨天也是打得很厲害 14 而且呢他在往前 他會急速下墜的那種感覺 看得出來江沛欣在開在調整 他速度了齁 他要放慢了齁 哇 在往前小球 白玉珀 最近都打得不錯耶 對 所有的往前的主控球都在白玉珀的手上齁 15 12 看慢動物就知道齁 非常高點在放 而且只要放小球的話 其實基本上 得分的都是白玉珀 對 所以對於攻擊型的選手來講 誰主控到往前 大概今天就贏了一半以上 那兩位都是屬於進攻型的球員齁 兩位體型啊 還有這個攻擊模式太像 對對對 好 這次又是一個出界 所以現在領先的白玉珀已經領先的有4分了 16比12 以往對戰當中 江沛欣他的球是比較細膩一點齁 那白玉珀來講 整體動作是比較 狂躍 粗躁硬一點齁 但當然各有好處 你比較粗躁一點的話 大概力量可能是比較大一點 哇 好不容易再往前 江沛欣總算是搶到一分了 是 今天只要在往前的狀況的話 大部分都是白玉珀會得分 8成以上 對 13比16 目前這個江沛欣還落後的有3分 換正拍發球了齁 換一點手氣了 好 又是一個殺球得手 那江沛欣這個反拍發球的話 我想應該是在這近一兩個月才改的齁 因為他之前都是用正手拍發球齁 那當然前半場來講的話 他發的有點糟糕齁 所以他現在還是換回他本來的正手發球 還沒發對手就知道你在發哪邊 對 太熟悉了 而且發球的質量都偏高齁 好 現在白玉珀還是領先的有3分 是 這場女子單打的冠軍決賽 可惜了 可惜了 這個本來白玉珀想把球頂高齁 對 但是這個球還是逛 好 不過白玉珀今天的兩腳的側邊的防守是非常漂亮齁 幾乎讓江沛欣一板打死的幾乎零喔 快零了齁 對 沒錯 嘟嘟看 是 嘟嘟看 看那個江沛欣今天的這個控球能力是如何 對 好 目前 比賽16比17 江沛欣還落後的有一分 慢慢追過來囉 本來白玉珀最多領先到3分 好 又是一個殺球得分 對 不小心就來了 對 追到17比17了 好 17 江沛欣這個點真的打得不錯 你感覺他殺球好像也還好 對 那個力量也還好 對 但他那個點也打得不錯 哇 仰攻了 完了 出界 太可惜了這個喔 白玉珀這個出界現在 4比0的攻勢了 18 17 這一款PIZZA應該是10拿9 你看他自己應該是有點 滿懊惱的 對 現在江沛欣一波4比0的攻勢 現在反倒是 分數很領先了 危險了 危險了 哇 還是雙方都在加速了 哇 出界了 哇 出界了 哇 今天這個呢 江沛欣 在整個出界方面 多了點 對 18比18 然後現在畫下來了 這個就對了嘛 對 早乾應該畫點現在 分得要死 對不對 白玉珀早就應該要叫出來了 面殿自己的大學姐喔 不好意思啊 喔 剛開始是不好意思就對了 我想應該不好意思 後來學姐喊 對啊 他們的氣勢不是這樣子啊 對啊 看昨天打泰國就不一樣 對啊 早就該喊出來 要不然會內傷好不好 對不對 就是應該這樣子吧 叫出來 對 就 Fu就來了 對 全場也會給他鼓勵 然後大家就悶在心裡這樣 情緒稍微興奮一點 對 比賽就是這樣 對啊 對 出界了 好 現在白玉珀拿到了 局末點了 是 20比19 20 在18比18的情況下 白玉珀先搶到第20分 出界了 白玉珀在第一局是以21比19拿下 好 現在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